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台式的一个冷冻机 然后我们拿到仪器后,需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加水的 加完水之后,我们把这个钥匙顺时针灵动90度 然后开机 开机之后,我们点进去 点击屏幕,然后进入一个手柄的一个操作界面 这个操作界面呢,我们中号手柄跟大号手柄是可以通用的 都是用这个操作界面去操作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上面操作呢,是有一个雪花的一个图标的 这个图标呢,主要是一个制冷的,一个打位的意思 全部点链的话,它手柄呢,就会进行一个制冷的 但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客户用这么高的一个制冷 一般会建议用一到两个,或者是到二到三个 这样去操作的 然后这下面呢,这个呢,是一个临床的时间 这个临床时间呢,一般是根据客人的一个肥胖度去调节的 一般我们建议是一个部位临床的时间是三十分钟 或者到六十分钟,还可以就是进行一个第二轮的一个治疗 就是说我们操作三十分钟之后,我们再进行换一个部位再操作 然后这一边呢,是一个准备按键 我们操作手柄前需要在这里按下这个按键 按下这个按键之后,我们再看到手柄 这个手柄呢,是一个大号的一个操作手柄 然后现在是在准备的一个状态 现在它还没有启动了 然后我们看到大号手柄的一个液晶屏 这个液晶屏呢,可以控制那个制冷的一个温度 以及它的一个工作跟待机 然后我们点击屏幕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点击 它就进入一个操作了 进入这个操作界面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一个显示温度的 就显示我们这个制冷之后的一个温度了 然后这一边的话,下面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制冷的温度 设定好多少温度去临船的 现在是-6摄氏度 然后我们一般是建议-5到-6左右去操作 然后这一边的话是调节它的一个负压的一个吸力的 吸力的一个工作 就是工作的秒数,吸多少秒,然后放多少秒 然后这一边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0.5的 然后这一边,这一边是放的一个时间 就一吸一放,放的话也是-0.5 建议是在-0.5去操作 然后调好这些参数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这边这个按键去开启 点击这按键呢,我们手柄呢 就正式进入一个操作了 现在它就有一个吸力跟制冷的一起在工作了 然后这一边的话是一个暂停的按键 就是说我们要暂停机器,暂停手柄的一个工作的话 我们点击这边的按键,它就会进行一个待机的状态了 然后这边这上面这个呢,右右上角的这个呢 是一个返回的,如果我们需要返回到刚刚的那个操作 那个主界面之后,我们点击返回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然后我们这一期呢,是会配到一个小耗的 然后还有一个双下巴的手柄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小耗的一个负压手柄 小耗的负压手柄呢,我们一般是会操作在那个大腿跟小腿 或者是手臂上面的一个减肥的 然后它,它跟刚刚我们说到的大号手柄呢 操作呢,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详细说这个手柄了 然后这一个呢 然后我们这个手柄呢 里边是有一个安装一个过滤棉的 所以我们会配到一个过滤棉给大家安装 避免我们操作的时候吸到一些垃圾进去 过滤棉给大家安装 避免一个垃圾吸进去 完安装的话,直接把它套上去 套在我们负压手柄的凸起来的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操作双下巴的一个冷冻手柄 我们一般用这个操作的话 基本上也是操作双下巴的一个区域的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更换上一个双下巴的手柄 给大家讲解一下 现在我们装上了一个双下巴的一个手柄 然后我们引动这个钥匙,然后开机 然后我们开机之后,是进入一个主界面的 这个主界面呢,我们双下巴手柄呢 是在一个隐藏的一个地方的 它是在我们的一个屏幕的左下角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点五下 然后进入一个双下巴的一个操作 然后进入双下巴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也是有两条杆 这两条杆呢,也是负压的一个工作的模式 工作的一个时间的 然后我们调节的话 它这个呢,是一吸一放的 我们上面这个是放的一个时间调节 然后下面这个呢,是吸的一个时间调节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双下巴的一个临床时间 一般我们是建议30分钟开始了 然后上面这个呢,是我们双下巴手柄的一个智能的 然后这边呢,这个按键呢,我们开启的时候 调好这些双数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按键,启动一个双下巴手柄的一个操作 我们仪器呢,右侧呢,是有一个旋钮的 这个旋钮是我们调节负压的一个吸力大小 按照客户临床的一个感觉 去调好它所需的一个负压强度的 接下来我们操作一个双下巴的一个手柄 然后我们调好这个制冷的一个温度 开两档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边的话,我们吸的一个时间 跟饭的一个时间我们都开一档 然后临床时间的话,二十到二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 我们操作前呢,需要贴这个冷度膜 避免客户感觉更伤的情况 然后我们吸一片 提供,一个人的相对 an- 这一个人觉得有多少人 - 还是一? - 还是一? - 还是一? - 这是一种的吗? - 还是一种的 - 还是一种的 对方的感情 - 还是一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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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更换上大号的手柄 然后操作一下肚子的一个减肥 然后调好它的一个质量 然后用它30分钟到60分钟的一个 临床的一个时间去操作 然后准备好 然后我们再到手柄上调节好它的一个临床 调节好它的一个临床参数 它这个呢我们可以建议是一吸一放的 就是吸0.5秒然后放0.5秒 然后我们这个质量呢 是从一个-1到-5都可以的 然后点击这个按键开始工作 OK 具体感 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